自去年出席圣诞教堂礼拜时短暂露面后,威尔什王妃·凯瑟琳已经消失在公众视线两个月了。 在有计划且成功的腹部手术后,凯特·王妃已经在家人的陪伴下前往诺福克郡的乡间别墅安莫厅休养,最新的消息是,除了家人外,她最亲近的朋友们也前去探望了。 听起来,凯特·王妃的健康状态正在逐渐好转,但公开露面还要等,至少要到复活节时,是她本人的恢复情况来决定是否符合复工条件,与其看着不识消息满天飞,不如来看点令人赏心悦目的珠宝和美人。 众所周知,英国王室珠宝香深不可测,但金牛座的伊丽莎白女王却是个一毛不拔的人,一般不会轻易将珠宝借给晚辈们,就更别说大手一挥直接赠送了,戴安娜给女王当了十五年儿媳妇,就佩戴过一顶钻石王冠。 访问澳洲期间,戴安娜王妃佩戴着剑桥情人节王冠,搭配了柯林伍德珍珠耳环和项链,王冠来自女王的奶奶玛丽王后,由当时的皇室珠宝商加奈德制作。 但是她对孙媳妇凯特还是慷慨大方的,虽然她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身份,女王却给了她比对贵族小姐更多的关爱,珠宝一件一件的剑,台面给得很足。 2011年4月29日,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仪式结束后,威廉·凯特乘坐马车返回白金汉宫,凯特王妃佩戴着钻石光圈王冠,搭配父母赠送的橡树元素钻石耳环。 王冠是约克公爵阿尔伯特亲王送给妻子伊丽莎白的新婚礼物,后来成为大女儿伊丽莎白的成年王冠。 2017年,在出席国宴时,凯特王妃佩戴了钻石莲花王冠,搭配钻石手镯和耳环,三件珠宝都是女王的皇家收藏。 王冠是王太后的结婚礼物,手镯来自玛丽王后,而耳环则是女王的珠宝。 2014年2月,在出席国家乡像画廊晚宴时,凯特佩戴了海德拉巴钻石项链,项链是海德拉巴尼姆扎送给女王的礼物,由卡蒂亚珠宝制作,乡有钻石50多颗钻石,估价超过8000万美元。 2018年,在出席荷兰来访国宴时,凯特佩戴了一条珍珠钻石项链,它是亚历山德拉王后从丈夫爱德华七世手中收到的结婚礼物之一,女王慷慨将其借给孙媳妇撑场面。 2021年5月,威廉·凯特访问苏格兰,在出席荷里路德公的活动时,凯特佩戴了一对蓝宝石钻石耳钉,是女王海湾之旅时收到的礼物,首次外界就是给了孙媳妇。 2022年,正值女王的白金喜年庆典,威廉·凯特代表她访问加勒比海的确,在亚买加出席晚宴时,凯特王妃佩戴了一对黄金和祖母绿钻石流苏耳环,是阿联酋国王送给女王的礼物。 2022年9月,已经升级为威尔士王妃的凯特在出席女王的葬礼时,佩戴了戴安娜王妃的柯林伍德珍珠耳环,搭配的枫叶钻石珍珠胸针石,女王生前就借给她了。 诸如此类的偏爱还有很多,要知道自她嫁进王室的那一刻起,她就是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的妻子,是未来的英国王后,虽然中间还隔着卡米拉,但她更年轻,更受欢迎,地位也高。 可以说是除了女王外,英国王室的最佳形象代言人,女王隔三差五塞珠宝也是情力之中的事情。 查尔斯积累后,接过了温莎珠宝乡大权,卡米拉也成了这些华丽珠宝实际的主人,虽然没有自由处置的权利。 但自由佩戴的权利却大过于王储菲凯特。 她对珠宝的热爱程度是令看客觉得匪夷所思的程度,包括但不限于把女王九岁时佩戴的吊坠项链翻出了佩戴,把吊了一条流苏能明显看出不完整的胸衣挂在胸口出席招待会,胸针扣头吊了也要带等。 粉色突帕石和蓝宝石吊坠项链是女王九岁时拍摄家庭罩时佩戴过的,卡米拉戴着都卡脖子了,不知道这样解锁新珠宝的意义何在。 玛丽王后的祖母绿钻石小胸针,叩头都吊了,卡米拉戴得喜滋滋的,格雷维尔夫人的钻石流苏胸衣,中间左侧吊了一个流苏坠,卡米拉照待不悟,真是饿了,什么都能吃得下。 从查尔斯的极类仪式不难看出,她是一个十分享受当Superstar的人,在加冕当天,不仅外国王室成员不能带王冠,自家女眷也都是轻装上阵,而媳妇和孙女都带了水晶花环。 在查尔斯,一边想当主角Terry全场,一边又想立一个十全老人,人设及卡米拉,恨不能变成圣诞树,身上挂满珠宝,但碍于口碑,只能按戳戳进行的背景下,凯特王妃能够佩戴哪些王室珠宝,就全看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心情好不好了。 幸运的是,查尔斯还算大方。 2022年11月,在接待南非总统访问时,凯特王妃佩戴了威尔士羽毛祖母绿胸针,戴安娜王妃曾将她挂在项链上佩戴。 12月,在波士顿出席由威廉王子创立的地球奋进奖颁奖礼时,凯特王妃佩戴了一条钻石祖母绿项链,这条项链来自女王的奶奶玛丽王后。 2023年5月,查尔斯加冕礼期间,凯特王妃佩戴了女王的三层钻石项链。 这条项链是女王从父亲乔治六世那里收到的礼物,和上面的祖母绿项链一样,卡米拉估计脖子太粗了戴不了,借给了凯特佩戴。 6月,在出席约旦王储侯赛因王子和拉杰瓦王妃的婚礼宴会时,凯特佩戴了钻石吊灯耳环,是已故女王十分钟爱的一对钻石耳环。 11月的Remembrance Sunday,凯特王妃佩戴了女王的珍珠枫叶耳环,鉴于她之前就佩戴过配套的胸针,不排除是女王早就借给她的。 2023年11月,在出席韩国访问的晚宴中,凯特王妃首次截索伊丽莎白王太后的玫瑰王冠,这是她结婚时父亲赠送的礼物。 虽然从数量上来说,她佩戴的珠宝不如卡米拉多,但是质量都挺高的,要么是能够和戴安娜王妃搭上点,能够换起一代赤瓜人珠宝记忆的珠宝,要么是沉寂多年,闪耀且不失优雅的珠宝,重要的是和凯特的气质也能很好的契合, 比卡米拉不顾看客死活,只管自己爽快的佩戴思路好多了。 王室还有多少细碎的库存外人不得而知,但就王冠来说,卡米拉和凯特的发挥空间还很大,例如著名的剑桥祖母绿套装,祖母绿来自玛丽王后的外婆,剑桥公爵夫人奥古斯塔,原本套装内是没有王冠的,但和女王最爱的弗拉基尼尔大公夫人王冠凑了一套。 女王从巴西收到的海兰宝钻石套装也相当雄伟,任何一件单独拆出来也能镇住场。 还有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传下来的东方红宝石王冠,或许也能在卡米拉或凯特的演义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。 瓦丽王后的尖顶王冠也是暴品,女王,安妮公主和碧翠斯公主佩戴着她结婚。 是属于三代公主的共同记忆。 如果卡米拉真如传说中那般高情商,这顶王冠是不会佩戴的,也没必要佩戴的,时间会给我们答案。 王室珠宝的魅力就在于你知道她就在那,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戴,她会被谁佩戴,这个期待,等待的过程是美好的。 虽然有时候也会让人失望,但不妨碍她可以一次又一次重燃你对她的期待和等待。 谦言外语一句话,祝愿凯特王妃能早点好起来,珠宝都让卡米拉带了已经很失望了,可别再给罗斯创造出来机会。 与此同时,威廉王子在近日前往伦敦英国红室字会总部发表了动情演讲。 不同于之前几次的花拳绣腿的装饰性公务,这次威廉王子干了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。 一米九的大高个,西装革履,一脸冷峻,走路带风,迈着大长腿的威廉王子气势拉满,霸道总裁发扑面而来。 据《每日游报》报道,在巴以危机上,威廉王子动情并铿锵有力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他坚定地呼吁和平和人道主义,在演讲中慷慨陈词,只有在面对巨大的人类苦难时,人们才能真正明白和平的重要性。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,我们也不能屈服于绝望。 我将继续抱着找寻更光明未来的希望,我拒绝放弃这一点。 而威廉的这番发言也在之后震撼了不少媒体和王室观察员,没有实权,被视为国家吉祥物和装饰的王室,为了避免引发争议,通常不会在这类问题上发表太多的看法。 但是,作为新生代的未来国王,威廉王子表现得并不保守,出生牛犊的他表现得比先辈们都更加大胆和敢说。 对此,不少王室观察员表示,这将会是未来英国国王的风格。 一位与王子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曾告诉《每日邮报》,威廉认为王室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,去发声,去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在凯特于家中休养,查尔斯确诊癌症之际,威廉王子曾在前两次旅行公务中被认为状态不佳,而遭到一些评论家的诟病。 这一次,状态回归的威廉王子不仅为自己挽回了颓势,还大胆亮出了风格,也让粉丝们提前目睹到了未来英王的风范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